高抬腿 折返跑 传球射门 在兰州体育公园的足球场上 总是有着一位身穿80号球衣的老队员 跟球小跑的身影 他就是甘肃足球场上 颇有名气的网红选手杨天心 他也被球友们亲切地称为足球爷爷 如果只是看他在球场上的状态 根本想象不到杨天心 今年已是80岁的高龄 因为自己年纪的关系 杨天心坦言 在球场上也从不逞强 先热身再跑场 有把握地控制自己的运动强度 热身就是有半个小时 有十几分活动活动 回关键 斜关键 活动热身以后再跑跑步 传传球 热身以后就开始踢球了 坚持跑两个小时三个小时的话 能够跑下来 身体状况还挺可以的 就有些球我能抢下来啊 我就把他抢下来 如果我没有把握的话 我手下可以保护我自己 这个球我就不去抢它了 保护我自己被他受伤了 从小就热爱体育运动的杨天心 从退休以后才爱上足球这项运动 坚持每天踢球三小时 每年踢球的天数超过200天 他说运动带给自己最大的益处 是心态上的改变 我的心态特别好 就是我踢好 今天踢的比较好 发挥的比较好 也是高兴的 今天就是发挥的差一点 就是我主要是参与了 参与了这项运动 收获了一份健康 这是最主要的 一起踢球的队友们告诉记者 喜欢和爷爷一起玩球 上场的时候 大家都会给爷爷打配合 不论球技如何 以80岁的高龄奔跑在绿荫场上 就非常值得敬佩 爷爷的话就是站在前面 然后接接球 倒一倒球 每天给他一个指标 每天进上一两个球 让他开心一下 就这样 就觉得 我是觉得他每天能坚持来 这个年龄就很厉害 当记者问到爷爷 怎么看待如今网络热议的 躺平青年时 杨爷爷说 年龄不是躺平的理由 无论在任何时候 都不能放弃自己内心的精神追求 那么我虽然这个 追求人都很苦很累 有时候也受伤 但是我有这么一句话 就是讲给我们年轻人 在追求物质同时 万万不能少了精神的追求 这家很宝贵 这家很宝贵很宝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